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美国航母要过台湾海峡 中国移走南海导弹系统 新的卫星图像显示 中国看上去移走了南中国海 有争议岛屿上的地对空导弹系统 据美国媒体报道 由图像卫星国际星期天拍摄的最新图像表明 中国部署在西沙群岛 也就是国际上所称的帕拉塞尔群岛 永兴岛上的红旗9导弹系统 及其伪装网已被移走 该公司5月20日拍摄的背心图像显示 有争议永兴岛的北岸 部署了两个新的导弹发射架 旁边有一个雷达系统 全部用伪装网覆盖 越南和台湾也宣称对永兴岛拥有主权 报道表示 目前不清楚这是一次演习 还是对美国要求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军事化努力的回应 美国媒体报道说 美国正考虑派遣航空母舰 使过敏感的台湾海峡 台湾海峡一直是美中关系当中的最热点 上次美国军舰穿过台湾海峡 是在2007年 当时中国作出愤怒反应 1996年台湾大选和中国导弹军演时 美国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接近台湾 双方一度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报道说 如果美舰这次真的驶过台湾海峡 无疑是美国在中国军机绕台湾飞行训练后 对台湾发出的支持信号 美国在最初证实中国今年5月 在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 有争议岛屿上部署导弹系统后 做出愤怒反应 立即撤回中国参与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近期 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安全对话期间表示 这只是对北京行为做出的最初反应 是相对很小的行动 中国未来可能面临更严重的惩罚 5月晚些时候 中国空军首次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 降落可携带核武的轰6K轰炸机 而近日美军的两架可携带核武的B-52轰炸机 在从关岛飞赴印度洋途中 据报接近飞行至南沙群岛 有争议岛屿的附近空域 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 在中国领导人做出不将南中国海 有争议岛屿军事化承诺多年后 中国军方最近的挑衅性行为 加剧了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 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周三反指是美国将南中国海军事化 与此同时 日本海上自卫队发出的新闻稿宣称 日本与美国印度6月8日至6月16日 在关岛周边海空实施马拉巴尔2018联合军演 主要目的是提升海上自卫队战术 并增进与美印海军的相互理解及加强信赖关系 主要项目是空战水上作战和对潜艇作战等 到周三为止 海上自卫队没宣布日本参加军演的具体舰 机和人数 但是根据去年前印度国防部长贾特里访日 与日本防卫大臣小野斯五点会谈成果来看 小野斯当时已经表明 日本将派遣B1海上巡逻机等最新锐的装备 参加马拉巴尔2018联合军演 而贾特里也当即表示了欢迎 马拉巴尔军演是美国和印度1992年 从印度德干半岛西南的马拉巴尔海湾开始 除了1998至2001年因为印度核实验中断期以外 每年实施 2007年实施过两次 军演初期主要项目是海上救援以反恐等 但伴随21世纪中国日益活跃和扩大范围的海军行动 令周边国家深感威胁 2002年恢复军演后项目见像作战演习推移 澳大利亚 新加坡 日本2007年也应邀参加 中国也开始高度警惕 称军演针对中国 以上是例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